现在再来讲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是2007年 就是上一次的诸年 我去横滨的时候 有一个台桥叫我去帮他看这个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呢 是坐氏向害 坐氏就是坐蛇的那个方位 向猪的这个方位 因为他的出口 虽然他这个地方是阳台 可是我们不能够用阳台 因为很多风水师都把阳台对着阳光称为像 那是错误的 因为你每天出路的地方不是阳台跳下去 你每天的出路还是从你的门出路 所以虽然阳台那边有光亮 但是他还是坐 那么在风水学上面来讲 你可以讲说坐空 坐空 那坐空不一定不好 我们再继续讲下去 那么这个房子是在三楼 那么他的阳台的后下去那个地方是一个夜市 那么这个房子呢 有两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当他的门进去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壁刀 因为这个墙壁 这个墙壁只盖了一半 刚好这个切到他房子的正中央 那么在座的后面呢 有另外一栋大楼 大楼也是切过他房子的正中央 那么他这一个房子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一个老公有外遇 又因为财产的问题 跟他老婆生气 然后为了外面的小三 把他老婆杀了两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壁刀 那因为他做了他是做事向害 这是一个相对的 那么用三元九运排起来 刚好他们住的这个房间是这个 三四就是训 训就是墓 就是长女 相是六是钱 钱就是老妇 那么老妇又属金 金来克墓 那么三呢是不动的 主人嘛 那么相就是风 水 这个流动的这个气流 都是属于相 那么相是动的 所以金来克墓 那老妇克长女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判断 我说这两个夫妻的这个年龄相差很大 结果后来他们跟我讲 差二十三岁 好像父亲跟女儿一样 那再来 因为他的座 三管人丁水管财 相是主财 可是座呢是主人丁 那么他是座 事向害 所以以事由愁跟害 这四个生肖 比较容易 发生事情就会在这四个生肖里面 所以后来我仔细询问以后 他死者就是被害人 是属牛的 事由丑里面的丑是牛 那么有就是鸡 那么害就是猪 所以这种东西都可以算的 完全在我们这个三元九韵的这种玄公爱情里面 都可以算得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因为这个台桥 大家说这个是凶宅 所以他可以用三分之一的价钱买下来 大概是一千两百万日元 你算成台币才三百多万 是属于啊 里面有三个房间 还有还有客庭餐厅的 所以算是蛮大的一个房子 所以他是觉得很便宜 然后后来我用 我就帮他做了一些方法 来把这个煞气解掉 但是这个煞气解掉我自己倒霉 我第二天回到台湾以后 我就脚就滑了一跤 那个膝盖这个痛了一个多月才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讲换太岁的这个例子 所以有换太岁 就是或者跟太岁有三合影响的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如果没有其他的年比方说狗年啊 这个猴年啊 他就不会发生 他要发生一定在十二年 鸡年 这个牛年 或者猪年 而且还是在这几个生肖里面 这个就是讲太岁的一个例子 那么过几天我再讲 还有别的例子可以谈 OK 好 谢谢 拜拜